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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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我 我让你杀了我 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死的都不是我 起来 不是我 不是我 小姑娘 我现在这个样子 孩子 只能交给你了 都该把你牵扯进来 可是你也看到了 没有别的办法 你能答应我吗 我答应你 谢谢 小猴子 听话 你好好跟着姐姐 我以后还能叫你爹吗 那 但你要记住 你今天是个大英雄 我将来长大了 也要当个大英雄 不用 等你长大了 不会再打仗 不会有人死 你不需要做什么英雄 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人 爹 我记住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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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小姐 回去吧 这太危险了 德令已经丢了 到现在呢 还没有人回来 恐怕 诸四 好像有人 来 小心啊 是平安 太远了 看不清楚 是他 是平安 他 是 Fiore 走 草兵来 李大虎呢 他们这人呢 我问你 他们这人呢 你们是不是都死了 你们自己逃回来了 是不是 放开他 你没有看他受伤吗 他们去送死 自己逃生 说什么同生共死 他们人哪 人哪 不可能 何平安他不是这样的人 是我 是我一个人逃回来的 他们 都先生了 认脱头 我变了你 我看谁敢脱和平安 秦云 你想杀了我 那你就杀吧 反正 我也不想活了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要干什么 不管反正什么事情 在没有仔细叫他之前 不可以轻易下结论 你明白吗 英雄 这才是英雄的 兄弟你给我们长脸了 兄弟 能活着回来 就是真英雄 是啊 何道 你能回来太好了 你们回来的日子 兄弟们可没少受苦啊 我在这里当差十几年 没少让人戳几两股 可今天 在我们警察局 出了一个响当当的 抗战英雄 我这就去向现场汇报 兄弟 你说 去哪里 我要去世国 我要见于市长 好 弟兄们 来 抬起我们的抗战英雄 去师墓 放我下来 停什么 我们就这么把英雄 抬进去 我不是英雄 我已经跟卫县长得到了确认 你就是英雄 也该我们出出气了 咱们走 停下来 兄弟 你 你 我要见于市长 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我要见于市长 于市长 大概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能回来 这很好 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 何头 兄弟 何头 兄弟 兄弟 特灵的兄弟们 等着你呢 快走 我这里 有我的一块血液 里面有我的钢铁 拿它给我 拿它 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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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得别动 医生检查过了 你没有致命的伤 只是心力交瘁 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这次任务 我知道 为难你了 杀了我吗 都死了 全都死了 我一闭上眼睛 我就能看见他们 他们 都死了 都死了 还有 还有心 我打破了 我竟然打破了 所有人 都牺牲了 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 杀了我吗 我理解你 失去了大概 我们都可以推断出来 灯风离阵脱逃 以你们的兵力 根本就守不住得力 你下山找援军了 他们还等着我 我却没办法回去 他是 于子昂呢 于子昂他也牺牲了 他 他没能过来 是我自作聪明 我把他带出城 我以为我能替他完成任 可是我不知道 我 我不知道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任务 她 她的任务 就是要找到对抗病毒的血样 也就是她自己的血 她的任务 已经向我汇报过了 于子阳同志 是英雄 这也是于子阳同志的血人 我见过她了 我让她留下血样 以防万一 可是没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碍于我的身份 我无法解释血样的来历 不能主动拿出来 那个人就是我 我还让她 我给你带过一句话 共产党人 就是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担不起危难和痛苦 郝平安同志 你受苦了 你有什么能证明 我没有任何的证件可以证明 于子阳同志的血 就是我唯一的证明 你愿意相信我吗 我能做的 我都已经完成了 我是个罪人 我想组织请求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复 你怎么怎么办 你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处复 你为了 Roll 你对付这儿 我怎么办 你不愿意接受任何处复 你不愿意接受任何处复 你得愿意接受任何处伙 你不愿意接受任何处复 你不愿意接受任何处复 参谋长说了 这里任何人不许通过 你们到底想对和平安怎么样 沈小姐 你放心 我们参谋长说过 和平安没有罪 你没有罪 这不是我个人的结论 而是组织的判定 你不但没有罪 你还有公 全都死了 只要我活了下来 九年前也是一样 总是这个 和平安同志 抗日战争是个漫长的过程 会有无数人牺牲 不光是我们的同志 也有国民党的士兵 我们都是中国人 都在为自己的祖国而奋斗 他们的牺牲 不会因为你个人的事物 等以后抗战胜利了 也不是你个人的功劳 如果说有错 错在我 在你 我没能保护好你 让你去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只要我找到援军 天黑之前赶到德领 德领就不会丢 他们就不会牺牲 那是日本人的圈套 他们修好了我们的殿台 以德领做诱饵 诱导我们去增援 让我们钻进他们的伏击圈 增援德里的孙将军 已经牺牲了 我没能识破日本人的阴谋 身为参谋长 由于我的失职 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 我才是最大的罪人 可是我没想过死 面对危难和痛苦 我们唯有担当 一死了之 那是懦夫的表现 该说的我都说了 趁着休养时间 你自己想清楚 把于子洋同志的血给我 这个血样 是我从你这儿得到的 而你是从于子洋那儿得到的 在此之前 我从没碰到过这个血样 这件事 只有咱们俩知道 明白 我这就以你的名义 去把这个交给于市长 和魏先生 你好好休息 同志 你怎么办 应好 我怎么办 你是个有良心 有民族责任感的人 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 只要你认为对的 组织上一定会支持你 我相信你 怎么办 你还在为对的事 你的行为 梁公主 算是什么 会讲是最简单的 他就是事件 大家就得到的事件 凭厘了 凭厘了 鲁总监 日本人的七三一部队 投放过这种细菌 当时被波及的是十几个县 三十多个项 光唐德的老百姓 就有七千多人被感染 现在想想 那个餐具就像在眼前哪 如果这次日本人 是估计重演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样本 和平案怎么得到的 是一个共产党 日军对他们根据力 展开了病毒战 整个部队都感染了病毒 只有这个人活了下来 于是他就想来到唐德 把自己作为一个活样本 交给我们医生眼前 希望能得到抵抗病毒的方法 可没想到啊 还没有进城就病发 幸好遇到了和平案 在临死前 那样本交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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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出对付日本人病毒战的办法案 也好 有备无患 你去试想一下我们在重庆在一起的日子 没有战场上的消炎 没有纠结痛苦的过去 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生活在一起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种花 一起将学问读书 手拉着手 并肩游遍整个重庆 好不好 我明知道他心里头有你 我居然还相信他要杀你 我是不是傻 你知道吗 这些天祥亮一直在苦练枪发 他告诉我 他怕一枪打不死你 我还劝他说 一枪打不死就打两枪 一定会报这个仇的 我太傻了 他明明就是要救你嘛 他的枪法确实不怎么样 可打中这么一块钢板 绰绰有余吧 当初我沈夏宁 对你满怀希望的时候 是你拒绝了我 我对你生死相托的时候 你却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暗算我 不要再说你想着我 信我 等着我 刘世明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真正关心的 只有你自己 在乎的只有你自己 这是何平安对我的承诺 当年我穿着恒装 已经想要嫁给你 可你呢 你却辜负了我 你把我抛弃了 现在我穿着笑装 去见何平安 他却把血留给了我 他却把血留给了我 我只是来告诉你 他会死的 他一定会死的 他一定会死的 他一定会活着回来 他答应我的事 他一定会活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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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伤口感染引起的高烧 血压也不正常 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了 再给打一张安眠针吧 不要给他用安眠针 那对他没有用 出去吧 喝点吧 喝点吧 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雷达湖 我 留芬 余子洋他们都牺牲了 你接受不了 觉得自己很没用 可所有人又不惩罚你 你就开始用这种方式 惩罚自己 别再求我 不想听 好 好 那我给你讲一个 我小时候的事情吧 我记得小时候 我打个书房屋檐底下 每年都会有燕子在那里做巢 有一次啊 风夸得特别大 有只小燕子 就落到了地上 我发现它 就把它碰到手里 然后让大哥背起我 把那只小燕子 重新放回了小巢里 我当时特别开心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发现 那只小燕子竟然又落到了地上 它已经死了 是老燕子把它给捉死的 从窝里把它给挤下来了 当时我看着那只小燕子 我就忍不住地哭了 母娘跟我说 是因为老燕子 闻到小燕子身上 有生人的气味 就不认它是自己的孩子 烦得把它当成 是来霸占它小卧的一只坏鸟 好 当时我听完以后就特别恨自己 我觉得是我把小燕子给害死了 可我大哥 突然间问我 他说你自责什么呢 即使你不把它放回小巢里 它却落在地上 也一样会死 不行 我太饿了我走不动了 小猴子 再坚持一会儿 等到前面姐姐给你找点吃的好吗 谢谢姐姐 小猴子 你应该叫我姑姑 姑姑 姐姐 姑姑 姐姐 你快看那边有火 是篝火 走 咱们过去 好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脚石柱 本领这一仗有没有你 本领都会失守 我 留分他们 也一样会牺牲 不要用这种方式再惩罚自己了 没有意义 你不懂 你没有看到 战友们都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 他们临死前 一个个地喊着 我的命 交给你们 雷大虎他们临死前 肯定也盼着我带回园局 还有刘芬 刘芬有九年 才让我重新睡着 他一死 我又睡不着了 他们不是燕子 那只掉在地上的燕子 没有指望你救他 可我的兄弟 我的战友们 还有刘芬 他们把所有希望都交在我身上 我答应了他们 可是我辜负了他们 那我呢 你也辜负了我 你答应过我的 等回来以后 你的命就是我的 可你现在 这样对自己 你就是在辜负我 刘芬让你好好睡了 你就睡得很踏实 对 现在 我也希望你好好睡 然后把欠我的命 再好好还给我 好吗 哪怕吃一点 哪怕吃一点 给我个理由 好 因为欠你命的和平安 已经在德令上死了 现在这个和平安的命 是欠雷大虎他们的 不是自己的 更不能给你 我 我想一想 东家 你瞧瞧 这一百多号人哪 这一天两顿粥 这 加起来这 这也得七八十斤大米啊 这几天下来 这粮食就下去了一少半了 您这粥啊 要是再这么放下去 这 这哪儿撑得住啊 下去了一小半 不还有一大半吗 李掌柜 这些年 只要有我一口干的吃 就没让你跟伙计们喝西的 怎么我还没担心撑不住 你就怕了呢 逃难逃难 就怕跑得哪儿都是难 这世道越艰难 咱不能说这泄气的话 那什么也别说了 李掌柜 你放心 我都不能看着他们受挨饿 我就更不会让你跟伙计们挨饿了 东家 吃点东西吧 好吧 你醒 discovery 你醒醒 Ziel 好 这会儿还能吃上 块白面饼吗 小兔崽子敢偷东西 我打死你 行了 行了 这一看就是 没爹没娘的孩子 你才没爹没娘呢 我有爹 我有娘 你也敢盯嘴我 你干什么 住手 要打就打我 姐姐 他们说我没爹没娘 你说为什么 我爹他们不要我了 小猴子乖啊 不听他们的 小猴子乖 就是想爹娘了 也要添饱肚子苦 来 拿着吃吧 谢谢 谢谢老板 这下记住了 人活着 叫给爹娘争气 就是饿死 也不能偷 好 你这下记住了 你这下记住了 谁啊 你这下记住了 于是 你这下记住了 这下记住了 你这下记住了 它是感染了日军的生化病毒 怀疑 什么意思 魏县长送来的血样 化验结果也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不敢轻易地下结了 我赞同陈医生的做法 宁可徐经一场也不能麻痹大义 应该尽快隔离 避防万一 不行 打击当前士气非常重要 不能让我的士兵徐经一场 陈医生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证明 这就是病毒感染 那个把血样带回来的人 有没有看到感染者病发时的症状 如果症状和今天早晨这个士兵的症状一样 或者相似 那就完全可以断定是感染了日军的病毒 这确实是个捷径啊 不过 和平安跟那个共产党的关系 大家是心智肚明 这一点对和平安来说 不过于残忍哪 免为其难吧 我们一起去 不过于残忍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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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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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警官 我需要了解每一个细节 从他发病到加重 再到临终死亡的所有症状 我都必须清楚地了解 好 刚开始是发烧 然后是复兴 我需要了解每一个详尽的过程 包括他的体温 脸色 神志 还有他病死时的反应等等 陈医生 你现在也看到了 和平安是个病人 沈小姐 请你减量 魏县长 你没有盘问我 对于我来说无所谓见量不见量 但话说回来 当初和平安 可是奉了你们的命令度然得理 虽然他回来的时候只剩下半条命 但是血样可给你们拿回来了 我觉得剩下的事情就是你们的责任 是这位军医的责任 为什么和平安要好好养伤呢 你们突然就不允许了呢 没关系 我可以回答这位大夫的问题 你 他一开始是发高烧 整天整夜的 打着寒阵 然后 就开始上吐下心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 到最后 他就开始吐息 好了好了好了 不必再说了 我现在可以肯定 那个虎奔士兵 的确是中了日本人的病毒 于是长 魏县长 我们现在必须争分夺秒 采取一切措施 防止感染在部队和平民中 进一步活塞 医生 部队里 真的有人感染病毒了吗 那么我带来那个血样 对于破茧日均的病毒 有没有报处 事实上这是我们现在 唯一能利用的资料和武器 何警官 我向你保证 我会接近全力利用这份血样 尽快研制出对抗日均的 军病毒的解药 没时间了 陈医生 帮我制定一份 防止病毒扩散的行动方案 召集所有的人 准备打一场应战 何平安 作为军人 我必须向你致敬 于是长 我不配 你配 在战场上 你能战胜敌人 在感情上能战胜自己 你是一位 出类拔萃的战士 你们当中 谁是有钱的 有名望的 统统站出来 真的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吗 我说 我说 她就是威现场 威九峰的女人 很好 还有谁举报 谁就可以不死 我 我举报 她是警察何平安的儿子 不是 你在说什么呢 她不是何平安的儿子 她不是 你就是何平安的儿子 带走 清风殿下 这两个人的身份是 唐德县长 威九峰的女人 她是警察何平安的儿子 你是何平安的儿子 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呀 那就执行计划了 是 这个小孩儿还有别的用处 冯老板 不好意思了 你的体内 已经注入了致命的病毒 如果你配合 还有一线神经 如果你反抗 将生不如死 你 你看到我 你身上的病毒 跟他们身上的一样 只是缓发 不过当发作之时 你会更加地悲惨 你身上的皮肉 会一块一块地滑 你身散发着恶臭 直到慢慢死亡 你 王军还是愿意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效忠 你到底让我干什么 放你回唐德 去见你的县长大人 能不能 是县长情人 到时候 自然会有人联络你 你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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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你杀了我 杀了我 杀了我 至于你 和平安的儿子 我倒愿意尝试 用其他的方式去驯化